新聞局一直強調就出版委員會的存費 和新聞工作者通則的制定未有既定立場 政府只是輔助的角色 監管和專業認證的工作 應該交由業界自己決定 陳志平希望 新聞工作者可以更加了解相關法律修訂的內容 他看清楚歌出版法的內容 看清楚組織的內容 這個是更加好保障新聞自由 令到新聞界能夠免除政治、經濟等等干擾的一個架構、一個組織 他又就著作權發表達意見 認為修訂法案不會影響二次創作的空間 如果是作為一種商業運作的模式 當是牽涉到侵權的問題、定義等等 我想這個大家可以充分討論 對於日前有遊行民眾惡搞而似陳志平的圖片 他就認為民眾有發表意見的權利 只要一切是合法就沒有問題 澳門電視台記者王國進報導